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陳老師家構一個是孤魂野鬼 但是冒名要人做神主牌的故事 對 不是我們家 就是在親戴 你們家不會 劉邦 那親戴學者叫袁梅 袁梅寫了一本書叫做《子不語》 那這個故事就記載在《子不語》中 他說乾隆年間有個進軍侍衛 叫做孫旺財 那孫旺財武功高強 很喜歡打獵 所以他經常到北京的東直門外去打獵 那有一天騎了馬出去之後 看到前方有一隻野兔 那他就直接撤馬狂追 結果這個兔子就跑到門外的一個水井邊 看到旁邊有個洞就直接鑽進去了 結果這個孫旺財騎了這匹馬 看到他兔子鑽進去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井的旁邊 還有一個老人家在那邊打水 結果他的馬他來不及控制就直接給他撞 一撞下去那個老人家就直接跌到井裡面 那跌進去他想說超高的鬧出人命怎麼辦 所以他就喊了兩聲 有人在嗎 裡面沒有人 你說還對井喊 對啊 因為那個老人家掉進去了 他想說不知道是活還是死了 就喊兩聲 結果裡面沒有回音 他想說糟糕了出人命了 所以他也就不管了 他就直接先離開 就直接回家 就喊說 在啊 請進 結果就回家了 那回家之後到了晚上 他忐忑不安正要睡覺時 突然看到那個白天那個老先生 推門進來 直接就痛罵他說 你怎麼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看我跌進井裡面 你第一時間應該要看看我死人了嗎 怎麼直接就跑掉了 害我就這樣子 那個變成孤魂野鬼 我要來抓你 那這個 他有說 他有說有人在嗎 問題是 肇事逃逸 好 這中間就有問題了 但是我等一下先不要揭穿 那這個示威一聽 你如果是對人 你還可以講講謊話 可是對鬼你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他無言以對 結果這個老先生的鬼魂 一聽到他什麼話也沒講 更生氣了 直接拿起他們家就亂甩 甩的整個家裡是雞犬不寧 那後來怎麼辦呢 後來這個孫旺財 連同他的全家人就跪下來 說我會給你好好超渡 請你不要再來亂了 結果這個老先生鬼魂就說了 我也不要你超渡我 這樣子好了 你呢 只要幫我立個牌位 好好的祭拜我 你怎麼對你拜你祖先 你就怎麼拜我 每天給我一隻豬腳 這樣就可以了 一天只一隻豬腳 還好他是在宮廷裡面當差的 進軍侍衛 覺得還付得起 他就覺得好 要求不過分 做得到 好 所以他就真的 找了一個牌子 問好姓名刻上去之後 好 就這樣拜 最後這個老先生 就真的沒有再出來作祟了 那不過他自此之後 對那個東直門外那口井 就有陰影了 因為他也怕東窗事發 也怕再遇到老先生的鬼魂 所以他就不敢過去 但是有一天皇帝 就是乾隆皇帝要出巡 出巡就是從東直門出去 那他的總管就說 那個孫旺財 你給我去巡邏巡邏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孫旺財一聽要到東直門 他就說能不能找別人去 那不然我繞過去可不可以 結果他總管就說 我知道你怕鬼 但是現在大白天的 哪有什麼鬼 我們人多勢眾 更重要的是萬一你不去巡邏 出了岔子皇帝問我 我找誰負責 所以他沒辦法就只好去 結果你知道他一出東直門外 就看到那個老先生 直接就衝過來 抓住他的衣服說 我總算等到你了 你給我騎馬 把我種進井裡面 結果你居然不聞不問 來你要怎麼陪我 結果這個孫旺財 就馬上求勞說 老先生我拜也拜過你了 你罵也罵過了 怎麼現在還來找我算帳呢 不是一隻一隻 一天一隻雞腿了嗎 對啊 豬腿是嗎 結果這個老先生就跟他講了 我又沒死 你怎麼拜怎麼拜 我 對 那他家裡那個咧 他家裡拜的那個 他就說我只是來索賠而已 你現在是在講什麼東西 結果這個孫旺財呢 就把他那個老人家 顯靈的前因後果那些 就講一遍 老先生不相信 你騙我吧 對不對 結果孫旺財說 有有有 牌位還在我家 所以他就帶著老先生 去大家看那個牌位 結果老先生一看那個牌位 這個名字不是我的啊 所以他就認定這個孫旺財在騙人 就直接把牌位甩到地上去 然後把貢品弄得到處都是 就在這個時候 天空大笑 突然傳來一聲聲音說 如果你沒做虧心事 就不要擔心 因為你做了虧心事嘛 所以你就不要怪我來敲詐你 所以他就這樣子 那個聲音就越漸漸遠了喔 所以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 原來是有孤魂野鬼 看中這個孫旺財做了虧心事 來冒名 勒索他 對 勒索就對了 所以是不是這個 不做虧心事 不怕半夜鬼槍 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裕豐 你說你當兵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我當兵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訓練 就是要打靶 那打靶的話有分數要比 那我們這些大專兵 每次都打得很爛 但我們有一個同梯 他非常的活潑 他就說沒問題 今天跟著我走 今天一定有雞排跟奶茶可以吃 我們去打靶 打完之後 如果你成績比較好 你就可以 班長會幫你帶到一個小地方 然後旁邊會有這些小蜜蜂 你可以去買 那我們就打很爛 結果我們那個很活潑的同梯 他就說今天我來爆把 你們打 結果我們打不到 他怎麼辦 他拿這個紙喔 搓 搓 他拿一個紙給他搓 搓到滿分 然後班長果然就信了 就帶我們去買雞排跟奶茶 他竟然沒有帶雞排奶茶回來 他帶了一個新豬白亞回來 他帶了一個那個 然後他就說 他們家是坐在台北這邊 是做那種古物交易的 那種古董 他說那個是什麼 黃花梨木 那個很破舊的一個新豬白亞 然後上面還有斑駁的字跡 然後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我們那時候只想吃雞排跟奶茶 就說 路邊的東西你不要亂拿 他就說這個東西 帶到台北 一轉手至少一兩百萬 我們跟他講說 上面有字 鬼跟著你怎麼辦 他講了一句話 我們那時候聽到 馬上覺得 我就全身雞皮疙瘩 他說你這個 行書白亞上面不是有字嗎 他說你找人刨掉就好 他說你把上面那個刨掉 他講得很自然 可是我們當下真的覺得 就是起床肝 你知道嗎 好 他就把他帶回去 他把他放哪裡 他怕被他檢查出來 他也不能放內物櫃 因為內物櫃有個行書白亞 不是很奇怪 他為了賺那個錢 他把他放在黃埔大背包裡面 當天晚上輪他要守夜的時候 安全事官去叫他的時候 他癫症發作 我們不知道他有癫症這件事情 他就是在那邊弄 可是他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從那一次開始之後 他就在大排店有沒有 真的就這樣行屍走漏 他也不跟我們說 也不跟我們笑 然後他吃東西 班長叫他吃東西 他就好像是 背什麼喪聲一樣 就這樣嘴巴動一動 然後也不吃 然後三不五時就癫症發作 然後他癫症發作 他就不能上哨 因為班長安全事官怕說 給他配槍到尾出事 然後其他的同梯 就開始霸凌他 你不上哨就是我上哨 所以狀況越來越差 然後終於等到 可以那個爸媽來看了 他被叫出去的時候 我們就一群人坐那邊 然後他被叫出去 爸媽來 你就可以出去面會 我們就趕快去跟他爸媽 講這個事情 然後把背包給他看 結果他爸爸也是稍微 懂一點這個 然後當然就開始做一些 解手一拿什麼 我們也看不太懂 那時候就去跟我們的班長講說 要幫他補漆 就是他那個 他不是說要把他刨掉嗎 那行屬白要不只不能刨掉 還要拿金漆 可是當兵也是很神奇 就馬上就出現了一罐小金漆 一個毛病 居然什麼都拿得出來 然後幫他補 補好了之後 然後再做法一下 過兩天之後 他的狀況是有比較好 那這個行屬白要就是他爸爸 帶回台北去處理這樣 不是說他古董很值錢 對啊 可是他應該不可以 轉賣或什麼吧 我覺得他應該 沒有人要 誰要那個 對啊 收古董的也不會收這個 沒人敢學 對 OK 那這個 裕豐這邊 還認識一個建商 對 他賺很多錢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等一下來說 好 那裕豐請教一下 你碰到的這個建商 是發生什麼事 他跟我們一樣 是從雲林來的 然後他早時候在我們家 其實過得並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在雲林 還有一方田地 在雲林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有田 然後就算是種花生 你至少可以養活自己 然後我後來是認識 他那時候是採訪認識的 他說他以前也在雲林 但是他們家連田跟房都沒有 在雲林 因為地很便宜 你也要沒有田 沒有房 那真的表示很辛苦 那他們家 就是有一次 氣大水 淹水的時候 結果竟然 噗噗噗噗 飄來了一個神主牌 然後他們家 自己的神主牌 也飄走了 也飄走了 對 也飄走了 然後他跟我一樣姓林 可是飄來一個姓陳的 然後他爸爸叫他說 你趕快去外面 把自己家的神主牌拿回來 他找不到 因為起大水 是好找不到 他就拿成的回來 就被他爸痛打一頓 就說你明天要 把他拿去廟裡面 還是什麼的 我們怎麼可以 供奉姓陳的神主牌 這不是我們家的 這也不是蠻奇怪的事嗎 好 第二天 他這個人 他這個建商 就說要把這個神主牌 拿去外面丟 還是要拿去寺廟的時候 結果他爸爸又跟他講說 算了 這個就留下來 他說他爸爸說 他昨天晚上就夢到了一個老先生 滿頭白髮 然後就跟他講說 就是你們家也過得不好 對 那你如果照顧我的話 我可以指點一條明燈 或是深入給你這樣子 好 那他爸爸就想說 反正我們家神主牌也飄走了 那既然有這個神主牌 就供奉著 結果真的供奉這個神主牌之後 慢慢的就開始 家裡有點起色 就開始接著到桃樓 然後就開始存了一點錢 然後就想要買田 然後他又說 他爸爸又夢到 這個老先生要出現了 他說因為你供奉我們也滿好的 那你也不要在雲林買田 你現在有積蓄 你應該到台北去發展 那他後來 他爸爸就帶了這一些錢 到了台北的 那時候他就是台北縣 在三重 那時候三重很多我們雲林人 然後他就去那邊 他也不去做工廠 他就買土地 就是聽那老先生的話 那他們從區域建商 雖然沒有上市上櫃 但是就從那一塊地 就開始慢慢轉慢慢做 對 就起雞就對了 所以他帶我去他家看 還真的是 他們家到現在還是拜信誠了 真的 到現在還在拜 結果生意做得怎麼樣 生意不錯 就是那地就慢慢地滾 然後融資 貸款 土建融 做 我知道來說的時候 知道的話 就是我們戶口 藤本上面可以查 如果真的不知道 沒辦法的話 當天佛聖 請行做助 當天佛聖 他要拜白人的 怎麼會變成成功 白人的 譬如說他就是飄來 應該那是要幫忙 應該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要來給你感恩 那你可以拜 但是你自己的也要拜 對 那就是拜兩個拜 那可能不能放在一起 那神明廳祖先要怎麼拜呢 如果又把聖 不聽後聽 你要拜都可以 你或是請到 請到 請到道裏 都可以 因為你做一個完結 讓餘櫃 餘櫃 睡就要有餘櫃 那楊老師說 要教大家 拜祖先是有祕託的嗎 是 其實很多人就是說 因為租 陳理長買房子了沒 還沒 他今天要教你拜祖先買房子 知道嗎 沒有 我 我誣出了 因為其實 這個 公公是他就是主先的房子 那一般來講 有時候子孫來講 因為沒有能力 所以他就租房子 那變成我們天天在燒香 拜拜的時候 就跟主先講說 因為現在還在住房子 就沒冷靈了 所以你就主宣要保庭 要靈聖 有鴿孫 會賺錢買來買房子 如果我安定 我主宣你不只會安定 每天說 每天說 人家說化水的堅重 運望就會成真 講久了就會實現 對 我好幾個客戶真的 真的這樣 我教他這個方法 他去拜了之後 很多個都買房子 後來都買房子了 好 那這個周老師提醒大家 你拜公公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對 因為有很多 前面就是說有那個客戶就是說 應該在拜公公的時候 如果在拜公公的時候 就是老的不用煮 坐在那裡黏 他可能就是黏什麼黏 黏他 大家以前怎麼給他抗動 就會就是說 大家已經走了 對 走了 就是在一邊公公在拜 那就是一個天再黏 以前怎麼給我抗動 怎麼給我抗動 但現在不是在那裡 意思就是說那你多能耐 還不是在那裡給我們拜 多厲害 對 有的是罵老公 那個老公已經走了 結果怎麼樣 在拜的時候就在那裡 就是要拜不正願 不正願就拜 我那個老公怎麼樣 以前 要吃不脫痰 有錢的時候都去養白人 沒錢的時候回來給我養 就算說身體的病痛的時候 回來給我拖 現在在那裡 就是一直念他的那個 不好的事蹟 通常這個 因為我也報讀到這種情形 結果怎麼樣 那個人也 腳痰痰 他說奇怪 睡起來怎麼會知道 5千 痛了 結果去給他 便宿那個驚叫就說 都5千 真的要去打 打他痰痰 對 所以有時候 所以中心有回來 對 有時候你不要 感覺說不要 數路 數漏他們 尤其是在拜拜的時候 在拜公媽的時候 我們一年也十次拜五大禮 比如說 下年 清明節 端午節 中元節 還有一個就是 重陽節 這五大禮在拜的時候 你拜一拜 絕對不要生媽 家裡不要生媽 不要數漏 我們的公媽的不適 這個就是 應該就是一個禮拜 你拜的菜色要好嗎 菜色沒關係 就是說 會吃的東西都可以拜 添的不要拜就好 你菜色 因為重點 我感覺是大人 不跟你介紹菜色 因為你愛吃的東西 是大人愛吃的東西 那個遺傳有關係 所以你拜這些東西 它一定會這樣 但是我們拜通常 現在大家都用拔 拔都很 所以現在人 大家都沒有度量 都很清白 動不動稍跟你說 你就沒關係 你要把它回頭回去 因為都拜盤 盤子 但是以前的人都拜 碗公 用碗公的拜 靠有度量 在這裡 加速度靠有度量 現在人家說不可以 太多有度量 放Q到平的都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一點度量 有量就是有量 你的 你說你 你跟著說 你有多少量 就是表示你有多少量 所以說人家一定要度量 所以拜祖先 盡量用碗公 用碗公 對 我說這樣 怕你死了比較有度量 有度量不夠好 對 這個就服用了 有這個人都沒有煮 都什麼拜 洋魚片 是拜那個什麼 那個素食麵 有沒有對不對 對 這其實 全包的都沒有打開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打開 有的才能 把得好洗好洗 又用碗公 又來打開 拜公 完全都沒有 因為它連 它都怕髒 有的不是說真的懶得開 怕髒 怕說去拜拜的時候 有用碗公 但是你給它想看看 就是你 尊重祖先來幫你疲滅 連味道都聞不到 你怎麼會在拜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 真的如果怕說 你打一點點開 起碼你把它打一條開 所以說你會把它打開 用碗公 碗公 你有沒有碗公 那個叫什麼 怎麼帶 保結帶 保結膜 保結膜 保結膜的方式 但是你要把它扣開 這樣我們才有真的在拜 水果也是要打開 不要水果都摸 摸得好洗好洗 拿去吃 我們這樣子 他一定會不高興 你跟安傅 有一種廣告詞說 什麼整宗要押來拜 押來拜 那個是 整宗要沒打開 那個是葡萄 那個是葡萄的時候 它是整箱拿走 對 那好兄弟是整箱拿走 但是我們拜公媽不是 拜公媽你要讓牠到牠吃 所以一定要打開 說一定要那個燒 燒 燒 燒完之後才可以燒這樣 燒到三分之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到達要燒 金一支 因為我們說 那就是要現給牠的金針 要現給牠的錢 牠也要讓牠到達到清 那一點慢慢燒就對了 有的比較恐怖 我伯伯說 看你吃飽 我吃飽 就一個太飽了 如果牠都一直沒飽 再等一會 沒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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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飽到有飽 對啦 這樣喔 對